我们都知道,如今地球处于和平年代,核武器能把人类给灭亡几十遍,所以不管再强的国家,都不敢掀起大规模的战争。 笔集演了,扔核弹,大家一起完蛋。 近70年,是人类文明史以来最和平的70年,全拜核弹所赐。 为什么超级强国如此惧怕核弹?因为核弹和人类文明,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的东西。 人类社会基本依赖生物能、化学能和太阳能运转,这都属于低能宇宙的范畴。 但原子能,是人类首个掌握的,属于高能宇宙的武器。 核武器对人类社会的碾压,就是高能宇宙对低能宇宙的碾压。 一颗手雷的装药量,大概是50克TNT,可以摧毁10米内的一切生命。 2万颗手雷,装药量为1吨TNT,而在日本广岛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小男孩,虽然型号非常原始老径,但爆炸威力却相当1.5万吨TNT炸药,将整个广岛移为平底。 注意单位是万吨,不是吨。 换算一下,大概相当于3亿颗手雷。 但小男孩里面,仅仅只装有140磅的高浓缩油,235,只需要1.5万吨TNT当量的初级原子弹,就可以把广岛移为平底。 但人类目前发明的最大核武器,是苏联的沙皇轻弹,又名大亿万轻弹,当量高达5000万吨,相当于3000多颗小男孩。 而沙皇轻弹的设计当量高达1吨TNT,杀伤半径高达1000公里,过大的杀伤半径导致苏联在整个地球上都找不到安全施暴的地方,无奈只能削减到5000万吨TNT。 爆炸后,研究人员发现,沙皇轻弹的火球半径高达6.4公里,对300公里远的目标都具备强杀伤效果。 爆炸后的电磁脉冲,造成了4000公里内的无限点瘫痪。 苏军的整个指挥系统,因为这个氢弹的爆炸,失去联系长达一个多小时。 大家也许不知道,300公里远是个什么概念,我在地图上给大家画一下。 假如这颗氢弹扔到了江苏省和安徽省的交界处,那整个江苏省和安徽省,以及半个浙江省,基本都被移为平地了。 假如把这颗氢弹扔到德国的中央,那德国的绝大多数领土都将被直接摧毁,而那小欧洲小国,一颗氢弹甚至可以覆盖几个国家。 这就是所谓的一弹灭一国。 所以如果你安了一颗沙谎清淡,那就别挣扎了,神仙都救不了你,直接气化吧,过程一秒都不到,保证无痛苦。 但如果是小男孩那种1.5万吨级的初级原子弹,你还有救,努力一下还能保命。 日本投降后,美军专家曾详细调查过广岛和长崎的现场,复盘研究原子弹的实战效果。 小男孩引爆在广岛最繁华的地区,象生桥正上空。 小男孩的几个主要指标为火球半径180米,轰炮半径340米,辐射半径1.2公里,冲击波第一区域1.91公里。 这个区域内的人必死无疑,无非就是死法不同而已。 而最终,巨大的冲击波将方圆10公里的区域都移为平底,而安全半径是12公里。 半径10公里的一个人,大概相当于武昌,汉口和汉阳面积之河,一旦灭疫城。 如果原子弹爆心距离你两公里之内,那么别挣扎了,你反应过来的下一秒就死了。 和那些距离爆心340米内被直接气化的人相比,你只不过多了一些残缺不全的尸体而已。 如果你距离爆心2公里以上,那还可以试图抢救一下。 看到原子弹闪光的一瞬间,不要转身,否则你会瞎掉,立刻找一个最尖的掩体握倒,说,栏杆什么的都行。 然后紧闭双眼,捂住耳朵,张开嘴,深呼吸憋气,以防冲击波带来的超高气压震破你的肺部或耳膜。 冲击波过后,立刻找到藏身之地,绝对不要停留在地面上,因为马上就和辐射尘埃降落。 一旦辐射尘进入你的身体,你就会受到永久损害。 如果要离开室内,记得一定要戴口罩和雨衣,尤其是口罩。 如果核战争真的打响,被核弹轰炸后,要想方设法躲避核爆炸产生高温冲击波和强辐射。 如果条件允许,有三个地方相对而言比较安全。 请借助一个原则,大地是你最好的防护装甲。 第一个地方就是很多大中型城市拥有的地铁站。 通常情况,地铁都会修建于地下10米以下的位置。 在修建时充分考虑了抗震、抗压等因素,空间也做到了足够宽阔。 很多城市也会将地铁站作为紧急状况下的人防攻势。 核战争爆发后,地铁站可以极大程度地削弱,核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和核辐射。 第二个地方就是银行。 银行在城市和乡村中随处可见。 由于银行的特殊性,各国通常情况都会对银行的结构和墙壁进行加固。 尤其是很多银行还拥有难以摧毁的地下金库。 外界一直有传闻,美国向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时候, 就有人因为正好身处银行金库存活了下来。 因此在万不得已情况下,银行或许能让自己躲过核战争。 而最后一个可以保命的地方,就是专门用于防空的防空洞。 由于其独特的军事用途,防空洞可以容纳更多的人, 也可以有效地避免核战争带来的危害。 核战争爆发后进入防空洞躲避,是一个十分稳妥的办法。 城市中最常见的人防设施,就是我们小区里的地下停车场。 你最少要在地下车库里,躲藏六个小时以上, 因为你所在的城市,很快就会迎来连绵不断的核弹攻击。 哪怕已经被夷为平地了,依然会有核弹袭来, 因为死守系统已经把所有人类国家进行了核捆绑。 死守系统,核弹的威力太大了,大到可以瞬间灭绝全人类。 如果一个有核国家蓄意突袭, 那么另一个核强国,完全有可能在第一时间被摧毁全部国力, 以及绝大部分核弹头,从而丧失反击力量,从地图上被抹去。 因为不敢发起核战争,又害怕被第一波核打击给彻底打死, 美苏之间都疯狂地发展自己的核武库。 美国在1960年初,就已经拥有了2.7万枚核弹, 当时苏联差不多只有这个数量的一、十。 连美国总统肯尼迪都觉得,核弹造的有点太多了, 这么多核弹可以把苏联移为平地几十次了。 但军方的报告称,如果苏联率先发起核打击, 那么这2.7万枚核弹头可能只有200枚能在第一次核打击中幸存下来。 而200枚核弹头,不足以威慑苏联, 所以美国还得继续造核弹。 但苏联也是这样想的,而且更害怕。 苏联才2700枚核弹头, 要是被美国率先打击了,那岂不是扎都不胜? 于是,美苏两国都开始疯狂地造核弹。 而洲际导弹的发明,让所谓的战略纵深, 所谓的天线都成为了笑话。 哪怕是太平洋,也不过就是多飞一挥的事情。 以前的战争,就好像两个男人在100米的距离上, 互相用枪瞄准,虽然凶险,但未必有事。 但洲际导弹加核弹头的出现, 就好像两个男人被关在电话亭里, 紧紧挨在一起,互相用枪指着对方的头。 如果一方率先发起核打击, 那另外一方肯定撑不住。 1972年,伯利日念夫上任时, 苏联军方交给了他一个手提箱, 里面是核弹头的发射按钮。 军方汇报了如果美国进行先发核打击的后果, 苏联的军事力量将减少到原来的千分之一, 国民将死亡八千万。 伯利日念夫听了之后, 整个人都立马不好了。 总书记作为苏联的最高指挥官, 在预警系统发出警报时, 有最多20分钟来做出决策。 按下按钮, 在苏联被毁灭后, 毁灭全人类, 让自己成为断绝人类命运的那个人。 不按下按钮, 看着苏联毁灭, 然后美国堵把天下。 军方还准备了三枚为安装核弹头的战略导弹, 让总书记熟悉发射按钮。 在按下按钮前, 伯利日念夫紧张到手等, 反复和身边人确认, 这三枚导弹是不是真的没有安装核弹头。 美国的情况也是类似, 美军做了一个SIOP系统, 把发射权交给总统。 每位新总统上任时, 军方都会针对这个系统, 给总统一个简报, 告诉总统苏联先发核打击的可怕后果, 并教会总统如何使用这个系统。 而美任美国总统, 听过这个简报的可怕后果后, 心情都很压抑。 但美苏的这套核反击系统并不完善, 如果敌国蓄用核弹头进行斩首行动, 那完全可以瘫痪敌人的反击能力。 而美国的核潜艇, 如果悄悄靠近欧洲海岸线, 用核导弹来攻击莫斯科, 那攻击时间甚至不超过三分钟, 完全有可能在敌国首脑反应过来之前, 完成斩首行动。 要知道, 氢弹爆炸后, 一个多小时都无法恢复通讯联系, 所谓的核反击按钮, 更是成了百胜, 而且三分钟时间, 甚至不足以让正常活动的元首, 进入地下室避难。 如果留在地面被氢弹轰炸, 那结局一定是必死无疑。 所以, 苏联曾设置了一个死亡之首系统, 用来对敌国进行核威慑。 苏联有一小群军人, 常年待在暗无天日的地下室中, 眼都不眨地盯着各种传感器, 对莫斯科的电网、地震波、 卫星信号和辐射量等数据进行监测, 这就是苏联的死守系统。 一旦死守系统与指挥中枢失灵, 又侦测到莫斯科有异常的地震波及辐射, 电网发生了大规模的停电。 那死守系统, 按照预定目标飞向所有的有核国家, 炸美国、炸英国、炸法国、炸中国, 甚至还会把德国、日本、韩国、印度什么的全部炸一遍。 死守系统的逻辑是这样的,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敢于挑起核战争。 如果只会中枢失灵, 还监测到莫斯科遭到了核弹袭击, 那我绝对不相信, 敌国只是点到为止, 扔几颗核弹炸下弯弯。 敌国必然已经倾尽全力, 力求苏联丧失所有核反击力量。 此时此刻, 虽然死守小队还在底下, 不知道外界发生的一切, 但整个苏联多半已经被夷为平地了。 苏联人已经都没有了, 苏联也没有了, 从举世强国变成了, 连非洲酋长都打不过的弱国小国。 自己的同胞已经死了99%以上, 自己再也不是什么武长鸟, 那何必再留什么情谊? 所有的国家都一起驱死, 如果大家都被夷为平地了, 那说不定苏联人在未来还有希望崛起。 死守系统的存在, 确保了当政府决策层和军队高级指挥层均已被消灭, 国家已经彻底瘫痪的情况下, 核弹系统仍然具备反击的能力。 事实上, 五大查人李氏国的内部, 都有类似于死守小队这样的存在, 每天蹲在上百米深的地洞里, 成为国家最后一道核威慑的屏障, 他们是国家的执舰人。 如果有一天, 美国的核弹攻击了北京, 那么法国和英国会第一时间强烈谴责美国的暴行, 并劝中国冷静。 而俄罗斯也会第一时间宣布致远中国, 并承诺和中国同进退。 但这些都没用, 中国执舰人的任务, 就是第一时间发射所有的核弹, 把所有的国家都给炸掉。 没有什么道理好讲, 也没有什么盟友和敌人的区别。 只有这样, 才能确保没有任何人敢于用核弹攻击中国。 死守系统被激活后, 大概就是下面这个样子, 五常之间, 护人核弹。 死守系统是莫得感情的人形机器, 他们根本不会去核实。 本国首都究竟是遭到了哪国的核弹袭击, 也没那个时间去核实, 更不可能知道外国的哪些城市是完好的, 哪些城市已经成了废墟。 反正, 一股脑的发射本国所有核弹就对了, 按照预设目标直接轰炸。 如果一国首脑被斩首, 和死守系统之间失去了联络, 那么很快五常之间的死守系统就会被连锁击火。 人口超一百万的城市都会迎来至少一枚核弹头的袭击, 而中国的一线城市可能会被美俄给人二十枚核弹头以上, 炸成废墟了也继续炸, 因为美俄设计死守系统的时候, 根本不知道本国遭遇核打击后还能残存多少核力量, 核弹头的储备常年都超过需求几十倍。 所以, 你要在地下室里带上至少六个小时以上, 以防遭到反复轰炸。 如果你在短时间内感受到了多次核爆闪光或者地面震动, 那就是全球核战。 甭管你是有核国家还是无核国家, 都得死。 藏在地下室是你唯一的幸存办法, 但人类文明已灭, 百分之八十的概率重回石器时代, 百分之二十的概率直接回到冰河时代。 先死的人反而是一种解脱, 侥幸没死的人反而可能在河东天里苦苦挣扎。 要不要挣扎一下, 你自己选吧。